4月3号的地震造成凯歌园中途少年之家 与原住民儿童之家受创严重 台湾冷冻空调展望关怀协会 发起捐助的行动 获得台湾三菱电机等多家企业响应 赞助空调设备及相关的配装材料 希望让这两所关怀机构能够早日重建 0403地震造成凯歌园中途少年之家 和原住民儿童之家受创严重 台湾冷冻空调展望关怀协会发起捐助行动 获得台湾三菱电机等多家企业响应 赞助空调设备还有相关的配装材料 希望让这两所关怀机构早日重建 我们长期在关注这边的孩子们 所以我们跟这边的孩子有产学上的各方面的去讲 那当然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我们虽然说在台中在西部心里是担心的 那第一时间我们当然就是问这边的说 孩子们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他们是说人都还好 但是房子都倒了 对那我也是跟他们说没关系 房子倒了我们人没有倒 桥断了我们的路没有断 我们的爱没有断 你不要担心我们赶快过去看 我们今天捐赠的话是我们台湾三菱电机的 就是变品的冷暖空调 那这个部分的话下对他们的生活来讲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帮助 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暖气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提供冷气 对那其实我们提供最大是我们的爱心 对 听说好要帮他们装好吗 对对还要帮他们装好 就是我们透过光海协会这边的所有的会员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把这个我们台湾三菱电机的话是捐赠空调 但是我们透过协会的成员来协助安装 那后续还有一些售后服务的工作 这个部分我们全部都报下来 先元胡仁顺也特别到场感谢来自企业的爱心捐助 我想这次0403地震 真的让整个花莲县受这个地震之苦 我想这当中有非常多的资源要到花莲来 那特别几个单位 那也透过我们办公室来协助第一线的来协助这个灾民 我们对他们非常的感谢 那重建的路非常的遥远 那我想花莲作为一个观光的城市 那要让观光客有信心 那我们想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那公私力的合作更是需要 不只是民间企业的协助帮忙 我想我们花莲县政府 还是要持续的关怀来协助我们这些灾户 台湾冷冻空调展望关怀协会号召会员 捐赠了十足冷气 并且帮忙安装 还要负责后续的维修馆养 让受关照的机构非常感谢 介续会秀林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